烏克蘭戰場我們現在只聚焦一個地方 頓巴斯 彷彿山海關一般的存在 但今天卻傳出了戰況告急 拜登急送海馬斯 烏軍務必要守住這一關 而普丁呢 顯然完全被激怒了 九馬赫的告石機音速飛彈 已經完成測試 同時還要搭配核武部隊演習 王老師今天晚上來告訴我們 怎麼解讀俄烏雙方的局勢 他預告了怎麼樣的風暴呢 烏克蘭戰爭到今天 烏克蘭表現讓人刮目相看 是的 本來以為他是不堪一級的 俄羅斯太強大了 但他撐了三個多月 都撐住了 但現在眼睛看起來 烏冬可能保不住了 好 各位觀眾來看 這個圖 黃色的是俄軍已經占領了 黃色的 是俄軍激戰中 但是俄軍領先的 是 現在唯一要保住的 就是這一塊白色的 這一塊如果淪陷的話 烏東烏南 統統淪陷掉 所以你說現在俄軍 已經是三面包抄的態勢了 所以這一塊就是山海關 是 這一塊被突破了以後 基普這裡就撲保了 長驅止入了 好 這塊最重要的一個關卡 就是北頓類刺客 是 北頓類刺客 現在俄軍已經攻進城裡面了 對 城已經80%被俄軍控制了 八成拿下來 但現在在打項戰 對 我一定要給大家 北頓類刺客還有一個問題 這北頓類刺客一輪陷之後 是 下一步就要打斯拉夫陽斯克了 這個是什麼地方 這是烏軍 烏東前線指揮司令部 是 就他的司令部在這裡 重軍部在這裡 對 他的司令 司令部如果再被拿下來 烏東就整個淪陷了 而且我就再沒有足夠能力 可以擋下二軍了 而且我告訴你 北頓類刺客線戰爭非常慘烈 北頓刺客是個化學重鎮 是 他的化工廠被打中了 整個是紅色的煙霧 橘黃色的煙霧 整個漫步在城內 哇 這個煙有毒耶 現在 不管是烏軍 惡惡軍 都警告市民 是 在屋子裡面不能出來 非常刻意去炸掉這個 讓毒氣去瀰漫整座 這個煙是很毒很毒的 好 現在居然戰爭到了這麼決勝的階段 是 烏東命選一線的時候 美國中了一個重大宣布 他要出售 MQ-1C攻擊無人機給烏克蘭 這是什麼樣的一款無人機 不是 這是一個新的發展 是 先給你講 現在有幾種無人機 美國的無人機在烏克蘭 是 三種 第一個 彈簧刀 彈簧刀 是 但彈簧刀是微型的自殺攻擊機 對 好 第二個就是鳳凰幽靈 鳳凰幽靈 鳳凰幽靈也是自殺攻擊烏克蘭 是 好 這兩款確實很厲害 但是為什麼沒有土耳其的TB2這麼紅呢 因為這兩款沒有導引 是 現在美國第三款已經到烏克蘭了 MQ-20 MQ-20它一出去有什麼東西呢 它做彈簧刀跟鳳凰幽靈的眼睛 是 把它看得很遠 它是個偵察的 它用手丟 你看 它也可以用手丟的 這麼輕啊 這麼輕 是 它可以用手直出去 它可以監測60公里之類 它比較遠 是 60公里 它飛行三個五小時 它不是攻擊的 是 它是眼睛 它一出去之後 彈簧刀跟鳳凰幽靈 就打得很準了 砰砰砰砰砰 打得很準了 好 所以它們是三無人機一體 但至少這都小型跟微型的 對 這就大型了 這就厲害了 如果你懂無人機就知道 我先看MQ-1是什麼 就掠奪者 掠奪者 好厲害 加個C就輝音 它厲害到什麼 三點我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 注意看 它是可以帶八枚地獄火飛彈 是 八枚地獄火飛彈 第二個 它可以滯空35個小時 第三個 它範圍超過400公里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說 你如果從邊境讓它飛出去 它可以打敵人本土的 這個拜登一直不希望 攻擊白俄羅斯 俄羅斯的本土 這個是普廷的紅線 對 但是這一個輝音飛彈機 它可以帶八枚地獄火飛彈 它可以飛35個小時 直接攻打坦克 裝甲 對 所以這個來以後 就不再是小型微型的無人機了 美國第一次有大的型無人機 進到烏克蘭戰場 好 那現在烏克蘭是一個全世界的 冰火展示場 全世界所有的武器都到那邊去了 我舉個例子 我先講德國 是 德國它把自走炮給它了 對 德國把這個反飛彈給它了 德國現在最新的就是援助一個 IIS防空系統 這個防空系統很厲害 注意喔 它的防空系統 散帶紅外線成像 不會受熱線彈干擾 它的射程範圍到400公里 可以同時追蹤很多目標 現在如果這個防空系統給了烏克蘭 它主要是什麼 它認為將來俄羅斯還會打基姆 基姆附近擺這個之後 你的飛彈 你的飛機 你的無人機 我全部都可以抵抗 這樣是一個防護金鐘罩 好了 全世界 德國是主動給的 現在全世界都主動給烏克蘭武器 只有一個國家 烏克蘭向它要武器 這麼厲害 它武器有多神 誰 我告訴你 我大吃一驚韓國 韓國有什麼呢 烏克蘭總統 哲倫斯基 向韓國喊話 我要武器 你賣我吧 你要韓國的什麼 韓國的國防部長說 給那個烏克蘭官方說 我要武器 然後烏克蘭國防部長到韓國去 這是我要的武器 清單都直接送過來 南國一看撒住了兩百項 而且清單上很多讓我大吃一驚的 各位觀眾 第一個大吃一驚 清單上排首位的是 T-80U主力戰車 這是什麼樣的一款車 這是俄國人做的戰車 南韓怎麼會有蘇聯俄羅斯的車子 你看這個笑聲 烏克蘭向南韓要武器 要俄羅斯做的T-80U主力戰車 你說這個你想像到想不到 好 我先介紹T-80U坦克 多厲害 它有兩個外號 一個叫做飛行坦克 開得很快 會飛的坦克 它真的會飛坦克 為什麼 當年俄羅斯人老經一動 是 我可以把飛機的引擎 抓到坦克上面 讓它彷彿用飛的一般 飛機引擎抓到坦克上面 它花了 我不要講細部了 很多神域研究 終於把飛機引擎放在坦克上面 所以它叫做飛行坦克 它時速可以超過70公里 重型坦克 好 第二個 它叫做打不死的幽靈 哪有打不死的 第一個 它是複合裝甲 它不怕死流彈 很耐打 第二個 它反映裝甲 反映裝甲就是你的 快要打到我裝甲的時候 我先爆炸 我先爆炸 引爆你牽頭爆炸 我主動去把你來襲的炸掉 炸掉 好 所以第三個 T-80U1做出來 全世界就跟它買 所以俄羅斯就有外銷版 就賣了一大堆 但是韓國這30輛原裝版 為什麼你可以拿到 人家留在國內的原裝版 美國給了它 A-1坦克穿甲彈 說這好厲害 是 南韓把這坦克放在1800公尺之外 拿美國給它的A-1坦克穿甲彈 試打 一打 對不起 它沒事 蚊子丁牛皮 你看到沒有 美國的穿甲彈 打它打不動 果然不死幽靈 結果它在車程戰爭上 第一次上戰場 是 果然它厲害 所以烏克蘭說 我要這個坦克 你說這個其實它有200多箱 200多箱 當然其中有很多 真的讓我們大吃一驚 不可思議 譬如說它居然 南韓有殲尺飛彈 星弓 只有15公斤 是 我們還在向美國買 刺針 刺針 它居然有星弓 它的殲射的飛彈 防空飛彈 還有它居然有 南韓版的標丘飛彈 現弓 這個打坦克的 打坦克的 它射程三公里 而且它厲害什麼 我們剛剛講 它有反應裝甲對不對 反應裝甲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打到我的時候 我把你先爆掉對不對 我告訴你 南韓這個彈頭是雙彈頭 我打坦克的時候 我一打你 你一爆 反應裝甲稍微一爆 把我第一層彈都破壞掉 我還有第二顆 我第二顆後面再來 把你鑽進去 太強悍了 雙裝甲 所以南韓的武器員這麼厲害 馬老師今天跟我講到說 南韓都要支援前線了 你就看到頓巴斯 現在情況多危急 好了 你現在全世界都在支援烏克蘭 你把俄羅斯給逼急了 普丁下一步呢 為什麼拜登 不肯用長城火箭賣給烏克蘭 很簡單 俄羅斯普丁這兩天 陸上海上 全部在核演習 幾因素飛彈 各位看 這個是俄羅斯 現在正在展開的核部隊演習 他出動了一百多輛 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車 居然他試射這個核彈 他試射到一千多公里去 準確的命中目標 就告訴你說 我在試射核打擊 還沒完 這是陸基 在莫斯科北方 海上 他美國看灑州 美國衛星在那邊盯著看 他試射耗時幾因素飛彈 他把水你都知道 因素幾倍 幾倍 九倍 攔都沒辦法攔了 而且打到一千公里多塊 白海一個目標 幫他打下去正中目標 然後普京就宣布 今年我們告石 就整個裝在艦隊上面 最重要一點 美國嚇到了 他的告石出去以後 他避開了反導彈系統 就你攔截不住他 你完全沒辦法攔了 而這樣的射程 不管是這裡看到的 一百多輛的核演習部隊 或者是告石飛彈 他全境覆蓋歐洲大陸 本來歐洲大陸 他可以打一萬一千公里 是 美國他都覆蓋 他從北極打過去 全美國他都打到 所以現在歐洲緊張了 連美國都有一點擔心了 你普丁最後 他不打烏克蘭 你這麼多鼓氣到烏克蘭 我火了 我就打你歐洲 那歐洲怎麼辦呢 好 英國一向是 你來我就來 以牙還牙 英國在這兩天 突然間試射核潛艦 試射第五代的戰斧巡域飛彈 這戰斧巡域飛彈 你看它試射 它是機敏級的核潛艦 它的戰斧飛彈 射程可以到一千六百公里以上 它可以精準打擊到 這個所有它要打的定位目標 結果它現在射出來 也給普丁看 你以為你可以打 我也可以打 所以現在歐洲大陸都在展現 拳頭跟肌肉 我希望他們只是展翅 如果他們是對抗打起來 世界大戰 就這樣看 會不會 好 你 在這兩天 就這樣看